川普要胜选一胜选大家在看SpaceX新链供应链 要求我方必须要撤出 不是外媒都有报道吗 你看有路透的标题 SpaceX考量地缘政治要台湾的供应商产现外移 卫报也报道 SpaceX考量地缘政治要供应商外移产现 台湾内部有怨言 这里面报道清清楚楚 可是现在我们的经济部怎么讲的呢 说在向厂商求证之后 并没有公司被要求工厂迁出台湾 而且经济部还说 根据研判 这什么马斯克要46家工厂迁出台湾 川普刚上台做出穷台第一步 这种事经济部说 研判是中国的假资讯作战 假资讯急着造假 还忘记由简体转为繁体字 那可是这个呢 这个要怎么说呢 外媒的报道难道也是假讯息吗 蔡委员 因为在经济部远中路透社跟卫报 通通通是中共同路人 在帮中共放假消息 而且前一天两天 敬鹏工业有出来讲 他们有接到通知 请问一下 敬鹏工业是不是违反国安法 要不要赶快去办人 搜索这个鸡 这个起诉判刑 要不要 这经济部太丢脸了嘛 不想讲这些人 他就想说呼呼了 他就没这回事一样 但是经济部讲的跟厂商讲的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经济部长就是没什么用的一个人 还说台积电搬到美国去 可以省10%关税 这种人都话都讲得出来 先讲一下SpaceX SpaceX的老板是谁 Ian Musk Ian Musk是谁 已经不是一个企业老板 他就是美国的地下总理 美国地下总理告诉他自己的企业的厂商 不要跟台湾下单 要叫台湾的厂商移到泰国去 这个消息有够明确吧 所有人都接到通知了 什么叫移到泰国去 当然讲废话 又不是把整个工厂搬走 是跑到那边新设厂 然后把台湾的机设备弄过去 他讲说 哦并没有在工厂搬走 我跟你讲东西 跟我讲西 我刚刚好笑嘛 就以后这些订单不来台湾 直接订单去泰国嘛 那这些厂商去泰国 随便租个工厂也可以做 这个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那SpaceX会这么做 他考虑什么 就是Eon Musk考虑什么 他认为台湾不久即将陷入战火 因为中美的这些博弈 台湾是一个两方面都可以打的牌 不要以为 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以为只有美国打台湾牌 中国大陆不打台湾牌 那就错了 我基本上就在模拟一个状况 中国大陆就是故意把飞机飞到什么 飞到领海里面 你台湾飞机起来跟我打 我打个两架下去 要不要继续打 美国出来谈判 他不是打台湾 到我打台湾牌吗 或者说难听一点 他发两个导弹就直接砸在 这个总统府的正门口 准准的正门口一打来谈判 要不要谈 他根本不找台湾谈 你美国来谈 要不要我发第二颗 这还用解释嘛 对不对 你美国说 台积电不可以帮大陆的代工 还要没收大陆的订单 大陆的钱 那很简单 他打两颗单的时间 击中台积电就好了 股市大跌 美国股市大跌 全世界股市大跌 美国来谈判 要不要继续玩 这个就是大陆反手打台湾牌 一定是这样打 对不要以为说 哇我美国好强大 你不敢怎么样 我可以讲 那时代过去了 大陆现在是在讨回 他们一个公道 我一直解释给台湾老百姓听 听不懂就算了 从1949年到1979年 整整30年 因为美军加台军 控制了台湾海峡 解放军的军舰 大陆的商船 从来没有办法通过台湾海峡 他现在不一样 他现在军力起来了 你跟他比国王一算 你有没有搞错 他来跟你讨价还价 我不只是要控制台湾海峡 我就控制你台湾岛 你美国来谈判 谁会赢 这还用解释吗 对不对 不容易解释的 我讲过嘛 两颗炮弹就是台湾的股市 跌到谷底 台积电还一千块 我看上来十块钱 这个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到底你伟大的赖青斗 有没有看到 还有什么这个 宪兵的什么反斩首 宪兵能够反斩首吗 你看以色列什么斩首的 有人还用枪吗 没有了啦 以前是假设 哇解放军派特种部队 在这个什么 台北台北车站出来 一直打 打到这个什么 总统府 赶快把 海报啊 对海报啊 赶快把这个 这个总统接走 看他接到供僚 到美军接走 还是接到那个 恒山指挥手 还是延山指挥手 那个时代过去了 第一个时间 恒山指挥手 延山指挥手不见了 还有解释吗 不信问他 你有解放军的炮弹 会用什么 会用那个二十磅来打你吗 起跳就三千公斤 起跳就三千公斤 三千公斤什么意思 就是 你前一秒看的凯达哥 到那个 那个总统府还在 下一秒不见了 就直接从地球上不见了 三千公斤是可以使一个足球场 整个不见的 就直接移平了 一个大洞 对啊 对啊 那你弄那个 那个宪兵的保护有什么用啊 是 那个是很好笑的一个保护 你以为解放军的斩首 会比以色列能力差吗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赖金德的作息 跟民进党要员的作息 没有在他们的标定范围吗 高德地图拿起来比什么都准 要不要试试看 北斗卫星啊 对啊 比什么都准嘛 所以我经常讲过 不要以为美国打台湾牌 大陆打台湾牌的把戏更多 前国防部长基要卢德允 他透露 呃 宪兵202指挥部 大幅缺员 那他们指挥 责任区是台北市啊 所以保护赖清德的 现在这个人是不够了吗 这是一个问题 那很尴尬 说宪兵指挥部边线比 已经是低于八成了 但是侧面了解 有的说七成 甚至也有人说是六成 所以这个是不是问题就大了 那再过来 刚刚我们其实在谈 人家金融时报这样说 台湾方面愿意要买更多的 一些精良的武器 向川普在表态了 那这个无独有偶 菲律宾的防长也说了 我们菲律宾也要努力啊 我们计划要从美国买 中程能力发射器提风 中程导弹发射系统 川普还没上任 纷纷在表态 老师 这就是表态嘛 因为川普点名台湾两次 你要付保护费 川普讲10% 欧布莱恩讲5% 我们现在是编到了2.5% 我觉得在未来两年内会增加到3% 也就是未来这个国防预算 会接近上看8000亿 那你8000亿花下去 其实要买哪一些东西 因为同时一个另外一个对照组 就是日本 他在2022年决定国防预算 要在五年之内加倍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国防预算来到了GDP的1% 然后呢 绝大部分的北约都已经接近2% 但是都不到 所以呢 他五年之内 2027年要2% 变成11兆日元 所以大家都在增加军事预算的采购 其实不管你川普上来 拜登上来都是如此 冷战结束之后 整个亚洲都在不断的做军事竞赛 进入到中美的竞争对抗之后 美国很明显的 在第一岛链开始 就在施加压力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加大买 那因为解放军也在发展 然后呢 当然北韩朝鲜的军事也在发展 台湾呢 你怎么去跟人家去做对比 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一位就是前 这个就是卢德允 他就说了 连保护这整个台北区域 以保护总统为主的 宪兵的2211 叫什么 211 211 211营 人员不足 上一次台风的时候 隔了第二天 我的脸书都拍出来 我就看到有宪兵 在帮助环保局 在收这些 就是倒下来的树 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我那时候看到说 我觉得大概也显现出 可能就是说 他们对于民间的事情的 这个协助 那现在这个讯息出来 人员不足 所以那你军队的训练是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在台风之后 来去协助民间的这些 的这个 这个清洁 你其实真正的任务 还是你现在主要的主轴 那结果现在人员部署怎么办 你军事预算增加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在 相关的这些招募上面 增加预算 增加待遇 你要相对我刚刚不是讲的 对照组吗 就是日本加倍 日本在还没有加倍之前 对于他们的自卫队 的这些待遇 是提高的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好 但仍然在日本的民间社会 不太受欢迎 他花了更多的钱 在很多的电视节目做自入性行销 但也没有什么大用 那这就告诉你什么事实 就现在武器不断地买 没有人愿意当兵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 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公望是1个人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zcze紧